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现代教育洋葱在线出品的韩语四十音视频学习课程 我是小向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韩语发音的知识 韩语发音我们现在把绝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学完了 剩下只有两个课时的时间 虽然所占的篇幅不多 但是这两个课时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坚持 把最后两个课时都学好 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一部分 它虽然只有一个课时可能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但是其中牵涉到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才可以 第三部分收音 收音这里我们没有分章节 前面原音我们分了三个章节 辅音分了两个 收音的话不需要分 但是它的重要程度和前面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收音 咱们这个课叫韩语四十音 但是四十音其实截止上一节课已经都学完了 21个原音19个辅音加起来正好是40个 那原音辅音这个收音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收音并没有算在四十音里面呢 大家来看一下屏幕上这两个放的很大的韩语字啊 这两个字呢现在咱们都不会读 因为咱们前面只学过辅音和原音相拼 没有见过辅音原音加收音这样的结构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屏幕上 我用红色的部分在这两个字底下分别画了一个圈 我们现在去掉这个圈 看除了这个圈之外的部分应该是会读的吧 第一个左边这个填字格里 去掉下面这个红色圈出来的部分 上面怎么念 是不是辅音喝和原音啊 喝啊哈对吧 喝啊哈是咱们学过的 右边呢是原音 呃呃 辅音歌和原音乌 故故 哈 故哈 故这两个是咱们学过的 但是呢咱们现在加上了底下红圈内的部分 红色圈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叫收音 大家观察一下 我们给收音一个非常粗略的定义啊 看一下收音在单 在这个字中的位置 是在上面下面还是左边右边呀 是不是非常明显是在下边 出现在下边的往往叫做收音啊 当然这个概念并不是非常的精准 咱们只是让大家帮助大家迅速的理解一下 什么是收音 收音出现在字的哪一个位置啊 收音都是放在下面的 我们关于这个字母的位置有过这么几个说法 第一个是辅音在原音的左边或者上边 这是一个规定 其次呢收音都是在每一个字的最下面啊 倒不能说上下结构的字都是 有收音的 比如说刚才倒回去一页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刚才右边的这个字 我如果不加收音它也是一个上下结构的 但是呢收音还可以继续往下写 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把其中的一个字单独列出来 第一个字 赫是辅音 啊是原音 底下多的这个数折 它就叫收音 但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收音的形状 咱们有没有见过呀 这个数折是不是学辅音的时候就见过它呀 这也就是为什么 韩语四十音 而不叫韩语五十音六十音 这是因为收音和辅音 它在外形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根据它位置的不同 你看刚才我跟大家说 辅音它是出现在原音左边和上边的 收音呢出现在下边 所以同样的字母 同一个字母 如果它出现了原音左边上边 这个时候它就叫辅音 它的发音方法就按照咱们前两课讲的来说 如果它出现了下边 还是这样来写 写法上不变 但是它的发音要发生变化 所以说 所谓的韩语四十音 是从字母的个数来统计的 字母的个数一共是四十个 但其中辅音字母除了做辅音 还能做收音 这样听起来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 但一会儿我们实际学完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难啊 那我们看一下 既然收音和辅音的形态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辅音表格再一次拿出来 只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 这个表格前面不再写松音 锦音送气音 因为只有辅音才会有松音 锦音送气音这样的分类 在这里收音只是形态上和它是一样的 但是既然是收音 就不能叫松音锦音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你要叫松音锦音 那就是辅音了 它只是借它了一个外形 但是内容和它这个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大家看看这个表格 我们把汉字去掉之后 剩下的字母其实还是以前的字母 排列也没有变 一共是19个对吧 辅音字母一共有19个 其中除了中间这个表格中间 我用红色部分圈出来的三个 是不做收音的 也就是说收音里面没有这三个 那大家算一算 19个辅音去掉了三个不能做收音的 还剩几个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问的这个问题有一点太简单了吧 19-3等于16嘛 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上 屏幕上我在收音的底下标了几个呀 我写有27个收音 为什么19-3不等于16而等于27呢 大家来看一下 继续往屏幕的右边看 这是因为收音它分为单收和双收两种 所谓的单收呢 指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字母的 叫单收音 咱们举了个例子 你看一下单收音后面有一个 就啊底下多了一个数折 这个叫单收音 双收音呢是指 同样还是在下面 收音的位置是不变的 都在下方 下方出现两个字母 叫双收音 咱们看到这个双收音旁边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例子啊 一共如果放在填字格中的话 填字格是会被填满的对吧 四个部分都有 那么看起来虽然复杂 但是也不用担心 这也是最复杂的形式了 不可能比它更复杂 最多就是双收音 没有什么更多的三收音之类的 所以给大家都把这个单收双收的形态 先放在这里 那么不用紧张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很高深莫测的样子 这里我说一下 咱们重点只学单收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如果手中有教材的话 不同的教材 基本上都不讲双收音 不讲的原因呢 是因为双收音虽然存在 但是它在实际使用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频率是很低的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 因为双收音毕竟它比较复杂 写法上比较复杂 你要去死记音备的话 还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 而且也不一定能够记得非常准确 所以说呢 既然记起来又难 记完之后实际生活中又不太用 那咱们就不学 这个不光是我不讲 很多的教科书上都是不讲的 因为它出现频率太低 所以咱们怎么去对待双收音呢 它既然不多 所以咱们就把仅有的几个常用的双收音的词 掌握了 知道它们怎么读就可以 那么咱们在这节课中 说是不讲不讲 其实我在最后还是会给大家附上一个 非常好记 让你一秒钟可以记下双收音规律的 这么一个学习方法 所以咱们的重点在于学习单收音 双收音这里大家不必担心 那27个收音 不学双收音你看还剩几个 就剩16个嘛 19减3 咱们今天要学的就是16个单收音 那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搞清楚什么叫双收音 什么叫单收音之后 我们看一下 刚刚说有16个收音 那么这16个单收音 我们每一个都要学吗 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同的发音吗 这个听起来也太难了一点吧 辅音原因我还都没记清楚呢 16个我怎么记啊 看一下屏幕上 出现了5个字 叫7个代表音 7个代表音又有什么意思呀 27个收音啊 咱们就算单收双收 都加上27个收音 它并不是每一个收音 都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发音 而是这27个收音 它只发7种音 什么意思 可能有一组 可能这一组里面有10个收音 都发同一种音 它只是写出来不一样 但是无论它写成A还是写成B 它都发同一个音 这个在现在说起来 可能还是有一些抽象 但是咱们等会儿具体进入学习过程 大家会很快的就理解它的意思 只要记得 不管收音有几个 它们都始终只有7种发音 这就证明了 有一些收音 它是发同一种音 只不过它写出来不一样而已 所以呢 一句话总结就是说 咱们今天收音的课程 只学7种发音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担心 咱们只要掌握7个音 收音就搞定了 你不管它是27个收音 还是 还是有没有双收音 还是16个单收音 这些数字听起来太大 我们只需要掌握一个7就行啊 脱离了这个实际教学的理论 还是会有一些复杂 大家前面的内容尽量地理解 如果觉得 哎呀刚才听的乱七八糟的 没关系 从下面开始认真听 前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铺垫啊 那这里为了大家 在表格里面方便查找 我们把表格随时的附在屏幕上 这个表格我在前面多次的 自卖自夸过 因为这个表格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觉得它特别好用 那么一再地表扬它 到了今天 大家会知道它有多么的强大啊 前面在辅音学习过程中 这个表格横着看竖着看 都有它的规律 在这里咱们不花太多时间去复习了 在收音里面 它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家注意在学的时候 对照一下表格中的位置啊 七个代表音 我们先来学第一个 第一个代表音 它的形状非常的眼熟吧 这是咱们学辅音的时候见过的 大家回忆一下 它在辅音当中读什么音啊 这个字母 它既做收音又做辅音 做辅音的时候怎么念 是不是松音 念科或者念歌 根据在词中位置的不同 前清后拙 既念科又念歌 那么它做收音怎么读呢 大家首先看一下表格 表格中 第一列竖着紫色的部分 都是这个音所代表的 什么叫代表 咱们刚把这个横折叫代表音嘛 我们刚刚说 16个收音 单收音只有7种发音 原因是可能有好几个发同一种音 那我们看一下 屏幕上出现的这三个 也就是表格里面竖着紫色的这个部分 它们三个 都发同一种音 这个音怎么发 屏幕上已经出来了 歌音不发出 什么意思 我们放到实际的例子中去讲会更好一些 大家看底下的发音练习 第一组 一共有五组 看第一组 第一组首先左边是没有收音的 念啊 对吧 非常简单的字母 啊 下来看右边这个粗体 加上啊之后怎么读 注意把握一下啊 我先不告诉你 你先跟着我模仿一下 注意 啊 啊 啊 参考一下发音要领 能不能明白意思呀 啊 啊 发音要领是歌这个音不发出来 那我们先把它发出来试一试呗 发出来就是啊 对不对 啊 啊 啊 加上这个收音之后 啊 啊 但是我们的要领是这个歌不能发出来 那么不发出来怎么办 不发出来不等于完全不去发它 你要有发它这个趋势 但是在这个歌快要破音快要出来的时候 及时的收住它 啊 啊 这就叫歌音不发出 所以收音呢 你看它就是把音收住的意思 收音就是把音收住 你不能让它发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收音都不发出来 只有个别是不发出来 我们会给大家标出来啊 这里 如果你一次到位不了的话 那么你就先把它发出来 先发出来啊 啊 然后再试着在这个歌快要出来的时候 及时的收住它 啊 啊 那么这个音你怎么去检查自己有没有发对呢 啊 和啊 有什么区别啊 我们看发音练习的第一组 加了收音和不加收音有没有区别 当然是有的 大家注意 如果不加收音的话 啊 这个音你可以一直发下去 发到你没有气为止 啊 但是啊 啊 加了收音之后 你试着发两秒 看一看 看你能不能连续两秒 啊 啊 不行的 音被收住了 这个就是收音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把不加收音的叫做开音节 啊 可以一直这样开放下去 而加上收音的叫避音节 发了收音之后 你这个音就关住了 不能继续往 往下前进 啊 啊 那我刚刚也说了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歌音不发出 不等于完全不发 你要是不发的话 就会变成左边 变成了开音节 这个音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这个加上收音之后呢 目的是为了阻断你的气流 让这个音变成一个短暂的音 而不是一个持续的音 所以第一组发音练习里面 啊和啊 是不一样的两个音 歌音不能发出来 大家会觉得 不发出来 因为咱们汉语里面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特点 所以可能练习起来 会有一点别扭啊 但你习惯就好了 这个 加上收音之后的 你发的时候 会觉得嗓子有点累 毕竟是 你的这个歌 快要发出来的时候 突然被你阻止住了 所以气流呢 阻挡在你的嗓子里 会感觉嗓子有一点难受 那么如果你感觉 有一点难受 有气被堵在这里的话 就证明你发对了 所以练习这一节课 大家可以先 按一个暂停 去倒一点水过来 这节课 我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 下来我们看第二组 翻译练习 先看左边 不加收音的话是 一 一 加了收音呢 我们先把这个歌 发出来啊 发出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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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在这个歌 快要出来的时候 收住它 一 一 一 这样就对了 注意啊 千万不要偷懒说 既然不发出来 那我就干脆不发它 反正也听不出来 不是的 能听出来 可以明显的听出来 不一样啊 下来我们看第三组 不加收音是 哦 哦 哦 加上收音 先把歌发出来 哦 哦 哦 再把歌收住 哦 哦 哦 一定是在这个音 快要 下一秒你要不收它 它就要迸发出来的时候 及时的把它 stop在那里啊 停住 哦 哦 这是前三个音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咱们再来读一下啊 只读加了收音的部分 第一组 啊 啊 第二组 一 一 第三组 哦 哦 那下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两个 最后两个我们先看左边啊 不加收音都是哦 和第三组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看加 它们两个加的收音是什么呀 是不是写法和刚才的不一样 第二组 第四组里面加的收音呢 是我们辅音里面的送气音科 对吧 它们两个字形是一样的 最后一组呢 加的是辅音里面的锦音歌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要强调一下 什么叫代表音 这三个 这三组啊 加了收音之后 虽然字形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三个 横线画起来的粗体字 它们的发音是一样的 它们的代表音是歌 也就是说 后面这两个 它们的发音特点和咱们刚讲的是一样的 只是形态上有区别而已 可能不同的收音写出来 就是你看 第二 第三组 第四组和第五组 加了收音之后的字 显然是三个不一样的字吧 这三个字呢 是同音一行词 它们互相的意思不一样 但是发音是一样的 汉语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呀 这两个单词 发音是一样的 但写出来不是 不是同样的两个字 大家按照咱汉语的思路去想一下 可能会更明白 这就叫代表音 我们再来读一下啊 后面三组都读 这三个 写法不一样 但发音是一样的 它们共同的发音特点是 发音的时候 这个歌音不发出 在将发未发的时候 赶紧收住它 感觉嗓子里面气流被阻断 被突然停在嗓子当中 嗓子有点难受 这样就发对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右上角的这个表格 紫色的部分 在辅音的时候有什么特点 这三个字母 是不是在做辅音的时候 无非是发 嗑歌两种音的 要么发嗑 要么发歌 对吧 其中第一个字母 做辅音的时候 嗑歌两种音都发 第二个字母发歌 第三个发嗑 那么也就是说 一句话总结一下 在辅音当中 发嗑歌两种音的 到了收音里面 都是歌不发出 这样一个规律 希望大家可以 结合一下辅音的特点 在这里把它记住 所以呢 如果你听到这里 发现你的辅音 还没有记住 赶紧关掉 去看上一课 这就是网课的好处 你可以随时的复习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 前一步基础打好 后一步才能记得更快 其实我们 这一套课程 一直在强调一个方法的问题 但是方法一定要在你基础熟练的情况下 不然太乱了 如果没有方法的话 照我这样子系统学下来 你会觉得很混乱 我们完全可以把 21个原音 19个辅音和这些收音 给大家一个一个机械式的放出来 然后告诉你它发什么音 但是我觉得那样并不系统 而且对你长久的学习没有帮助 所以咱们一直采用的是 找规律 找方法 教大家一种学习的方法 所以说 前面内容一定要搞清楚 再来学后面 这是我们第一个代表音 你看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三个收音 对不对 这三个收音是同一种发音 所以16个收音里面除掉三个 剩下的 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学 那么第一个收音 咱们先练两个单词吧 这两个单词都很典型啊 都很生活中非常常见 第一个是书 来看一下怎么读 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吧 就是我们刚刚才学完原音 辅音嘛 然后这又加了收音 你可能不是特别熟的话 一下子可能还不能一言把这个词就拼出来 所以呢我们一点一点来 你先看一下 书这个词里面呢 辅音能找到吗 辅音在原音的左边吧 辅音是呲 送气音呲 原音呢是A 我们先盖住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先拼出来 呲A 摔 摔 摔 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一点一点来拼 先拿原音和辅音拼 然后呢 再加上收音 这个收音 歌不要发出来 如果你能一次到位不发出来更好 如果你觉得有点难的话 你就按我的方法 先把这个歌发出来 发几遍之后 再试着收住它就可以啊 check check 好了现在歌不要发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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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书 我们按照循序渐进的方法会好一些 当然 如果大家前面掌握的比较好 领悟力也比较高的话 一下子就可以读出来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下来啤酒 啤酒 啤酒的收音在第一个字上 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个字虽然是上下结构 但是它没有收音的 它是一个辅音一个原音 它之所以写成上下结构 是受它本身这个字形的影响 所以分清楚哪一个是收音啊 不要一看上下结构都觉得是收音 第二个字是没有的 第二个字的下半部分是原音污 不要搞错了 我们来看啤酒的第一个字是重点啊 第一个字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 先看上半部分 上半部分是mue me 那么me加上这个收音呢 me me 把歌收住 me 再加上第二个字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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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啤酒的意思 这里大家看到我举的两个词 它都是以这个第一个字母为收音的 虽然说这组代表音里面有三有三个成员 但是呢后两个不太常用 就后两个收音的 个数在实际使用当中呢要比第一个少 所以我们把第一个选为代表音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记住 在辅音里面 发磕歌字母 发磕歌音的字母到了收音里面都是同一种发音 什么发音呢 歌不发音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啊 发歌不发的音 好像听起来有点绕 但是你听过前面的内容之后应该能理解它的意思 歌不发音 这个音不能让它实际发出来 发到一半就停住啊 我们把这两个再来读一下 这是第一个代表音 我们在第一个代表音里解决掉了三个收音 来看第二组 第二个 在表格里找一下 表格里面呢 它在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在学辅音的时候 它们都是单声吧 都是一个一个的 所以呢 它曾经是单身 那么在这里它依然是单身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组当中呢 它只代表它自己 不像刚才 一个代表音代表了三个字母 在这里呢 这个竖折它仍然是单身 大家来回忆一下 这个竖折这个字母 它在辅音里面发什么音 是不是发呢 呢 呢 发呢 那么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在做收音的时候 放在下面的时候 怎么来发音 这个这里没有写发音要领 我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竖折字母 它在做收音的时候 发n的音 发n n 我们来通过发音练习感受一下 发音练习的第一组 不加收音的时候 读啊 加了收音 n之后呢 读 按 第二组 不加收音是 加了之后 他发n的音 第三组呢 第三组呢 哦 哦 哦加了收音变成 on on n的音啊 哦 n 哦 n读快一些 on on 最后一组 no 加了之后 nun 大家注意一下第五组 第五组呢 你看这个字当中出现了 辅音 原音和收音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是他的辅音和收音 是同一个字母 看到没有 他的辅音也是这个数折 收音也是数折 但是做辅音的时候 他读呢 呢 呜呜呜 底下这个收音读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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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 这也就是我说 为什么你把辅音搞清楚之后 你再来学收音 因为他俩长的是一样的 如果前面你没记住的话 这里也比较痛苦一些 那么最后一个词 这个nun 它也是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字 它也是一个单词 是眼睛的意思 除了眼睛 还有这个下血的血 它是一个名词 有两个意思 我们再来读一下 这个加了收音之后的 这五个字 注意这个数折 它只有这一个收音读n 它在辅音里也是单身 在收音里依然是单身 它做收音读n的音 我们再来读一下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五个字 按 按 音 音 on on mon mon nun nun 我们可以看到 就目前咱们学的这两种收音 七种代表音咱们已经学两个了 这两个收音我们可以看出 有些收音它是发音的 有些收音是不发音的 刚才学的第一个收音是发歌 但是这个歌不能发出来 它是不发音的 第二个这个n呢 它明显是发出来的 那么在七个收音里面有 三个是不发音的 等会咱们在最后会给大家总结出来 你在现在理解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同样的 只要是加了收音 这个音就 就叫避音节 刚才咱们讲过开音节和避音节啊 讲这个是为了 大家可能有的人有自己的参考书 或者教材 参考书上会写开音节 避音节 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谓的开音节就是没有收音的字 避音节就是有收音的字 好 下来我们继续第三个代表音 sorry sorry 忘记了 还有两个单词 就是sorry的意思 抱歉 不好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跟收音n相关的两个单词 第一个是钱 大家都很想要 钱 钱怎么拼呢 先看上半部分 注意 这个辅音是一个松音 前轻后拙 在这里呢 这个字一共指 这个词一共就一个字 所以它位于单词的首位发轻音 t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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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加上这个收音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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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啊 第二个血和眼睛 我刚才说过 nun nun 我们把这两个词再来读一下 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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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n nun 好 这是关于n的两个单词 下来我们看第三组了 第三组的收音 在表格里找一下它吧 表格里面是不是又是出现在单身组的呀 所以和刚才的规律是一样的 这个字母它在做辅音的时候读了 是一个单身 毫无规律 在这里呢 它依然是一个单身 它只代表它自己 这个代表音 只代表它自己 它怎么来发音呢 当它做收音的时候 我们直接放到练习里面 大家来感受一下 来看第一组 不加收音是 啊 啊 加了收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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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 有没有模仿出来呀 这个音是怎么发的 啊 大家注意 这个收音啊 发音的时候舌头往回勾 舌头往回走 啊 往回走的话 你舌头是从中间往回走的吧 所以呢 在你舌头向后卷的过程当中 气流你可以感觉到 是从舌头的两边出去的 啊 啊 舌头往回勾 往回的话 因为你舌头在中间 所以气流被挤到两边 从两边出去 慢慢地感受一下 看是不是这样子 啊 啊 发呃的音啊 呃 啊 我们来看第二个 不加收音是 一 一 加了收音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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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 在发完上半部分之后 迅速地往回勾啊 往回走 一 一 第三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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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摸 加收音之后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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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nur 加收音之后 n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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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以模仿为主 如果你 直接能够模仿出来的话 你就不要管我刚才说的 什么舌头往回勾之类的 只要你能发出来 就ok 那对于 直接发不出来的同学 参考一下我说的方法 当你发完上面的辅音 原音之后呢 在发这个收音的时候 舌头迅速地往回勾 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 你的气流是从舌头两边出去的 就可以了 我们先以模仿为主 不行的话 再去参考这些 附加的这些文字性的说明 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几个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水 怎么读呢 先看上半部分吧 上半部分是 mumu mumu 加上之后怎么读 想一想 mur 水的意思 第二个呢 咱们学韩语 韩国的首都 首尔 大家都很熟悉 sower 注意收音在第二个字上 上半部分没有辅音 只有一个原音 乌 乌加上这个收音 wur wur 舌头往回走 wur wur 加上第一个字 s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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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 这两个词 再来一遍 mur mur sower sower 好的 这是第三个代表音了 大家如果对哪一个音 还觉得不太好掌握的话 咱们是视频嘛 你可以倒回去再听一下 听多少次都没有 没有关系啊 掌握之后再进行下一个 不要一口气的往后学 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第四个代表音啊 到到这个的话 代表音已经过半了 一共七个嘛 第四个我们在表格里找一下 表格里面呢 他也是在单身组的对吧 所以在代表音里 他依然只代表他自己 和前面那两个是一样的 只有他自己发这个音 发哪一个音呢 这个也非常简单 来读一下 第一组 啊 啊 加上收音之后 am am 这个大家应该会非常容易模仿出来 am am 他发这个 am 注意发完之后 大家再发一遍am 发完之后嘴巴不要动 看一下跟我说的一样不一样 am 发完之后你的嘴唇是紧闭的 对不对 紧闭的 还不是轻轻的闭上 而是紧闭 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二组 i 加上收音之后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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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音和他在辅音里面 还有一点点的相似 这个口字 他在辅音里面是不是发m的音 m m 在这里呢 m m 只是没有张口而已 但是都跟m很像啊 在辅音里面 m 是张口的 在这里 m 收住了 im im 来看第三组 o o 加上收音之后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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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一下 发完之后嘴唇紧闭 那之所以 那正因为你的嘴唇是闭着的 所以气流从鼻子出去了 有没有感觉出来 再试一下 om om 来下一个继续体验 下一个mo mo 加上之后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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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嘴巴闭着气出不去 所以只能从鼻子出去 那么第四个词比较典型 来看一下 第四个 为什么说它是词呢 因为这个字它本来是一个单词啊 它是身体的意思 身体 那么它的辅音和它的收音 从形态上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口字 那么放在上面的这个做辅音 读m m mo mo 底下这个呢 做收音 mom mom 注意一下啊 注意区分在字当中 哪一个是辅音 哪一个是辅音 哪一个是收音 记住它的位置 再一次说 辅音在原音的左边或上边 收音在最下方 最后一个 ha ha 加这个收音之后读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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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把这五个来读一下 am am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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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om mom mom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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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是第四个了 到现在为止 咱们学的这四个 只有第一个歌是不发音的 对吧 其他三个都是发音的 我们来看一下跟第四个代表音相关的单词 首先第一个 很多人都听过的 在看剧的时候 妈妈 妈妈可能大家也听过另外一个词叫amoni amoni amoni呢也是 这个今天咱们学的这个妈妈 它比amoni更亲密一些 那个amoni相对比较正式 相当于咱们说母亲和妈妈的区别 一个正式一些 一个更日常更亲切一些 这个妈妈怎么读来看 第一个字 oh加这个收音 读om om om 第二个字 就是mama 所以合起来 o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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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ma呢就是妈妈的意思 第二个名字 收音呢落在第二个字上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的上面 辅音加原音是 l l 加上这个收音 怎么读试一试 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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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合起来 i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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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名字的意思 这两个词都不难 我们再来读一下 mama o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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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irem irem 好的 这是第四个 下来我们看第五个了 第五个大家在表格里找一下 它很特殊啊 我标了一个很鲜艳的颜色 第五个呢 它是在单身组里面 但是它做辅音的时候不发音 对吧 这个圈呢 以前我们学它都是不发音的 但是今天它不做辅音了 它不去充当辅音结构了 它要放到下面做收音了 这个时候呢 它是发音的 但是由于它也在单身组里 所以它只代表它自己 这个圈呢 当它放在下方做收音的时候 它发出的这个音呢 就跟咱们汉语拼音的 嗯是一样的 我给大家标在后面了 我们来放到实际的例子中 来练习一下 第一个 啊 啊 加上这个圈啊 注意圈在下面的时候 它发嗯的音 啊和嗯在一起 嗯 嗯 嗯 啊嗯读快一些 第二个 一 一 加上之后读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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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卡 卡 加上之后读 看 看 看 第四个 双元音啊 记得这个怎么读吗 咱们很少拿双元音来练习啊 这个双元音读 压 压 加上圈之后读 样 样 样 最后一个 喝啊哈 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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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注意了 这个圈呢 从今天开始不用再忽视它 它作为收音的话 也有自己的发音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跟它相关的单词 有哪些呢 同样是两个 第一个 面包 面包注意一下 这里出现了 辅音是一个警音 警音 啵 注意读重一些 我们先拼上半部分吧 啵啊 啵 啵加上这个圈呢 读 棒 棒 注意我的发音是很重的 棒 第二个呢 窗户 窗户这个词稍微难一些 它两个字都有收音 第一个 先看第一个 窗户的第一个字 上半部分是 字啊 叉 叉加上这个圈呢 读 叉 叉 叉 第二个呢 是我们刚刚学过 大家可能还没有记住呢 上半部分是 下面这个竖折读 N的音 那么合起来就是 就是窗户的意思啊 我们把这两个词 再来读一下吧 棒 棒 叉 梦 好的 下来 大家来看 下一个 我们先在表格上找一下 单身组已经被我们学的差不多了吧 下来我们看竖着的第三行 黄色部分标出来的 第三行呢 除掉最后一组单身组的话 纵向来看应该是有三个 但是呢 这个红色部分圈出来的是不做收音的 对吧 所以第三列就只剩下两个 剩下第三列的第一个和第三个 那么他们两个的代表音是怎么来发音呢 看一下 波音不发出 和刚才第一个很相似 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个 歌不发音的发音规律 这里是波不发音 也就是说 你要按照波去发它 但是在这个波快出来的时候 收住它 讲理论不如多练 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发音练习 第一个 阿 加上之后读 阿 阿 我们先把这个音发出来 阿 阿 但这个波不能发出 把它收回去 阿 阿 阿 这个音注意一下 大家再发一遍 阿 阿 发完之后想一想 你的注意观察一下 你的嘴唇是不是紧闭的 嘴唇紧闭 阿 阿 这个音我们很容易模仿的 来看第二个 哦 哦 哦 加上这个收音读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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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呲收住啊 哦 哦 不能发出来 第三个 哈 加上它变成 哈 哈 不能发成哈 哈 是不对的 一定要收回去 哈 哈 在它快要迸发出来的时候 及时的把它阻拦住 那么最后两个 大家刚才通过第一组应该已经明白了代表音的意思 最后两个 最后两组虽然加上收音之后从外形上不一样 但是发音是一样的 它们是同音一形字 来看一下 没加收音之前都是一 加了收音之后虽然写法不相同 但是发音一样都念 一 一 一 把这个拨收住 一 一 那么最后 这两个 分别是两个单词 最后这两个字 来看一下 第一个一 是嘴的意思 第二个一 是叶子 所以这两个词非常典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词知道 形态不同 注定了它的意思不同 但是它们发音是一样的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韩语当中 如果你只听音的话 嘴和叶子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 在实际交流中会对你产生影响吗 不会的 因为我们实际对话会有语境 比如说咱们现在正在讨论五官 突然说了一个 那这个时候当然会理解为嘴 不会理解为叶子了 但是我们如果正在讨论植物的话 说了一个 这个时候指的就是叶子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它在对话的时候 我们会放到上下文当中 是不会出现理解上的差异 汉语也是一样的嘛 我们跟汉语经常的联想一下就知道 汉语当中很多词发音都一样 但是我在聊天的时候 不会理解错的 这两个我们再来读一下 它们都读作 嘴和叶子 注意哪一个是嘴 哪一个是叶子 当发音一样的情况下 就一定要记住它的字形 千万不要把这两个写反了 那么到这里 大家想一想 我们学了七个代表音 学了六个了 六个当中呢 有两个是不发音的 剩下的四个是发音的 大家再想一想 咱们学到 学了半天 你看 有一个代表音代表了三个字母 有一个代表音代表了两个字母 剩下都是代表一个字母 加起来好像离收音的总数差的很多呀 这证明了什么 这证明了最后一组代表音会代表很多个字母 来看一下 这也是小向老师讲收音的一个方法 因为在教科书上 不是这个顺序来讲的 所有的教科书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页 会在 按照顺序会在第三 第四个出现 我记不清了 应该是第三个出现 原因是教科书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讲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顺序可以打乱 我们之所以把现在看到的这个代表音放到最后来讲 就是因为它代表的太多了 我们在表格上看一下蓝色的部分 是不是占了很大的面积 那太多了 我们就要巧记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记的话 这几个字母我都记不住的 很难记 所以说我们选用这样的方法 目的就让大家不要去记忆 我七个代表音的前六个相对比较简单吧 在表格里面都有规律的 对我们刚才忘记说一点 大家想一想我们刚才学的那个 拨不发音的 拨不发音的那一组 它的特点是不是 在做辅音的时候 无非都是发泼拨音的 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内容里面 在辅音中发科歌音的 发收音的时候是同一个规律 在辅音中发泼拨音的 发收音的时候是同一个规律 剩下单身的还是各自单身的规律 那么我们把前面那些相对规律 比较明显的内容比较少的记住之后 剩下我没有背的这些 全部都是最后一组的 大家能否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组 你在表格上看一下 在表格上如果我们把它当辅音的话 这个辅音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每一组都有很乱 不像刚才那两组它是成系统的 在表格上一眼可以找到规律的 那么这个又乱又多 我们一个一个去记的话 难免会出错 所以呢 七个代表音里面前六个最简单 咱把前六个先记住 剩下这一组我不用背 前六个我都知道了 那么突然出现了一个 不在那六组范围里的 那当然就是最后一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是有一个小聪明的方法 但是我认为它非常好用 很多人都会卡在这个收音上 但是我教过的学生 大家都不会卡在这 因为我们都不背 从来都不背这一行 我把其他六个记住了 这个自然也就记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剩下这一大堆 它们都发什么瘾 这一组呢 我们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举这一个例子之前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它的发音要领是什么 来看一下 这一组呢 是一个不发音的一组 什么音不发呢 得不发音 其实这个也很好记 大家想一想 这个代表音 它在辅音里面 是不是有发得这个音呀 那在这里呢 做收音 它这个得不能发出来 得不发音 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屏幕第二行 棕色的这一部分 它们在加收音之前 都是一个单元音 加了七个形态不同的收音 但是这七个 由于它们是同一个代表音 所以这七个字全部都念 怎么念呢 我们先把得发出来 然后把这个得收住 不要让它出声 这个音如何去检验 它有没有发对呢 非常简单 大家现在发一个 然后停住听我说 先发一下 一 一 停住 然后你观察一下 你的舌尖在什么位置 舌尖是不是顶着上额 门牙后面的中间顶着上额 一 一 当你的舌尖顶着上额 就证明这个音你发对了 所有以这个得为收音的 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包括你发其他的 比如说阿和它相拼 阿 阿的 阿 阿 同样的 用你的舌尖去检测 你有没有发音正确 如果你的舌尖摆的位置 是正确的 这个音一定是对的 所以每一个音 都有它的特点 我认为收音不是很难 只要你能把辅音记清楚 把它做辅音 还是做收音分清楚 发音的部分收音 并不是很难 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还有两个单词 又忘记了单词 来看一下这里 单词 两个 第一个是衣服 第二个是花 这两个单词都只有一个字 首先来看衣服 衣服呢 上半部分是 哦 下面一撇一点 这个不太眼熟的 都是最后一组的 都是发得不发音 那么哦得 哦得 把得收住 哦 哦 注意观察一下 舌尖的位置在不在上额啊 第二个花 花呢 你看中文写法多简单 韩语好难呀 上面是一个锦音 哥 哥哦 哥 底下呢 是做辅音的时候发呲的那个音 送起音 在这里呢 它也是发得 哥 哥 哥 得 得收住 哥 哥 这两个词我们再来读一下 哦 哦 哥 哥 哥 好的 到这里为止 七个收音就全部结束了 最后这张表格大家一定要记住 嗯 虽然说截图很方便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过一遍手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七个收音的特点 七个收音当中呢 有这七个叫代表音 七个代表音中呢 有三个我加了新号的 这三个是不发音的 所谓的不发音并不是你完全不去处理它 而是你要有发音的这个趋势 只不过这个音你不能让它实际流露出来 在它快要成音的时候把它收住 那么第一组 歌不发音里面包含了三个字母 这三个字母在辅音里面都是发科歌音的 也就是在我们表格的第一列 第二第三第四 第五个代表音呢 它都是单身 这几个字母无论是在辅音里面 还是在收音里面都是单身 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接下来倒数第二行是波不发音 波不发音很好记啊 大家看一下它的代表音是不是在发松音的时候就是发波 松音它发破波嘛 然后其中有波的发音 在这里呢它不能发出来 那么这一组的两个字母都是在咱们表格的第三第三列 也就是说在辅音中发波波音的到了做收音的时候都是波不发音 这里少了一个是因为少的那个是不做收音的 所以不在我们考虑范围里 那么把前六组记下来之后剩下的我们不用去死进一杯 剩下的全部归入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的特点呢是得不发音 得不发音 同样它的这个代表音在辅音里面也是发得的 这个也是相当好记得啊 大家看不发音的这三个 哥德波在辅音里面只是把哥德波发出来了 收音里面不发而已 这是咱们单收音部分的内容 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下前面我提到过的双收音啊 双收音我刚说了一秒钟让你们记住 这个一秒钟还没有来 我们在一秒钟之前先铺垫一下 双收音的话分为左双收和右双收 左双收右双收虽然这一刻的概念有点多 但是都非常的直白 大家看到刚我说双收音就是指 下面有两个字母的叫双收音 那么你看一下中括号里面是这两个字的音标 音标里面只出现了一个字母 证明双收音虽然下方在形态上写了两个字母 但实际只发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只是装饰而已 那么如果它是发左边 双收音有两个嘛左右排列 如果实际发音的时候右边是装饰 摆设只发左边的话就叫左双收音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字它的音标 是不是音标里面右边的那个收音不见了 那么相反如果只发右边 左边那个收音只是摆设的话 它就叫右双收音 那么双收音刚我们说收音共27个 除掉16个单收音剩下都是双收音 这么多双收音写法如此复杂 我怎么样去记它呢 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简单的一个规律 左双收写出来密密麻麻的 很长我也记不住 你让我去默写我可能也会丢掉一两个 右双收呢相对就少一些 咱们学习从简单的地方入手 既然右双收的个数少 我就先从右双收开始 那大家看到我这里写了三个词 老公老婆老妈 什么意思呢 右双收音大家来观察一下它的结构 第一个右双收音是 这两个字母在辅音当中 是不是一个念勒一个念歌呀 那我们给勒歌组一个词叫老公 老公的缩写是不是勒和歌 第二个呢勒和泼这两个字母 叫老婆第三个勒和摸 我们给它叫个老妈 或者你想叫老妹也可以啊 都可以的 老公老婆老妈 这里我们是用了它 做辅音的时候的一个谐音 老公老婆老妈 这三个收音是发右边的 发右边的 就实际发音过程中 左边只是一个装饰 我们按照它右边来发音 你看去掉左边的话 右边是不是成了单收音 那你单收音怎么发的话 就咱们之前讲过的 刚才讲过的那些内容 那么剩下左双收音 你不用去背 右双收一共就三个 除了老公老婆老妈 其他全部读左边就可以了 这是双收音的一个规律 那么大家这个规律掌握就可以 双收音的单词 我也说了 在实际过程中 在实际生活中是很少的 所以 而且那几个仅有的双收音 也挺常用的 所以大家熟悉就好 在教材当中 对这一部分也是不做过多解释的 那么这里作为一个补充材料 大家尽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就好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那么今天我们第三板块就结束了 收音的部分 我们了解了收音的七个代表音 并且把它和辅音表格结合起来了 那今天了解了收音的概念 掌握了七个代表音的特点和发音 理解并且巧计双收音的发音规则 在收音这一章里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和辅音表格结合得很好 掌握规律去把它记下来 词经背 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 但是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一次我们还有最后一课 韩语四十音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坚持 感谢您的